我們要前往貴州的路上呢 然後在那個高速公路服務區上面 我們本來是要打氣 結果呢 突然發現車子保胎 這怎麼了嗎 裡面那一顆啊 那個 Nature Nature 那輪胎有弄到什麼嗎 沒有 看不到 現在看不到 等一下打上來 滾動一下 再找看看有沒有釘子 那把車子停在服務區 因為車子好像輪胎沒氣了 那現在熊爸跟師傅 再看一下輪胎的狀況 我們昨天呢 在那個高速公路的服務區 那本來是要車子打氣 要沖個氣 然後發現我們的車子呢 一個輪胎已經完全沒有氣了 然後要 現在要找維修廠 可能要換輪胎了 我再檢查一下 那這邊有很多的車子的維修站 或輪胎店 但是他們都是弄小車的 所以對於房車的這個汽車維修 還要特別找一下 我們現在來找看看 那這都很多輪胎店 那這都是小車的 所以他沒有對於像我們這樣的房車能夠提供服務 師傅說這邊有一家這個 阿寶氣修 這家看有沒有搞大車 不知道有沒有弄大車的 現在熊大下車跟師傅再交流一下溝通看看 看起來好像又沒有了 現在熊大又進去問了 這是我們問的第三家汽車保養廠 不知道這台能不能 不知道這一家能不能修 修輪胎 那這家店的老闆很好 他指引我們到柳城塘廠那邊 那我們大概還要開車三公里多 然後去找那邊的維修廠 那邊的維修廠是修大貨車的 那房車的維修就要找大貨車停車 大貨車的維修廠 一般小車是沒辦法用的 剛剛那個好心的老闆跟我們說 就要到柳城這邊的堂廠附近 那我們就找到這個 你看很多都是大貨車的輪胎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維修我們的房車的地方 我們的車子是沒有內臺 大哥一看就看出來了 要有這個設備才能夠弄 我們平常找的那個都沒辦法弄 小車都沒辦法弄 都沒氣啦 沒有氣啦 都沒氣啦 就我們這個內胎呢 已經沒有氣一段時間 我們都沒有發現 然後正好是昨天高速公路上面發現 人家要檢查本來是要打氣壞 好 大一個釘子你看 就是因為這裡可能就沒有用的 是嗎 我先充一點去看看是不是這裡在 好 看看是不是那個釘子 好大一個釘子啊 哎呀 沒有用了沒有用了 哇這真的咧 這就氣從這邊出來了 你看它都一直在冒氣啊 這不知道這不知道差多久了 嗯 可以先拔出來看看嗎 搞不好它裡面是尖的 這好大一個釘子啊 這是釘子啊 釘子啊 這也是鎊女的 對啦 釘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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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為 來去補啊 補一下就算了 可以補了 可以補啊 可以補 我再來 可以補一下 還好它是煎的可以補 嗯 把他打磨 这是年轻帅师傅 这是大师傅 这边店都开二三十年了 大哥很好帮我们检查胎压 够吗 够了 可以 行 吃起来要回来 就是这个东西 搭到我们的轮胎 然后就爆胎啦 现在打气 现在打气 打气好就可以在安全上路 装好就好咯 就可以安全了 四个前后左右都安全了 把它锁紧 锁紧就好了 我们要前往贵州的路上呢 然后在那个高速公路服务区上面 我们本来是要打气 结果呢 突然发现车子爆胎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检查 还好碰到有汽车维修厂 可以帮我们修补胎 弄好了 我们在柳城的广场看到一群长辈开心的唱歌玩牌 我们在柳城的广场看到一群长辈开心的唱歌玩牌 人的一生为了追求物质 所期盼的 应该就是这种简单生活的美好吧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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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